港珠澳大橋上月24日通車 週日 香港口岸出入境人次突破了10萬 但廉價旅遊團湧入造成亂象 當地議員要求港府跟進 港珠澳大橋通車後的第二週 臨近香港口岸的東湧 湧進大量廉價大陸團影響當地居民生活 有議員批評當局為了增加大橋流量 沒有進行任何管制及監察 交通配套嚴重不足 無論是餐廳、藥房都是叫苦連天 當地的居民是買不到東西 其實大家看到法國有很多的 我們觀察到一些很廉價的團 其實連交通工具都沒有預備好 就直接可能在珠海或者其他的城市來香港 我覺得特區政府有責任 和這些主辦極廉價旅行團的國內的一些單位接觸 有旅遊界議員關注部分連駕團 可能涉及黑公問題 要求保安局跟進 已經跟這個保安局聯絡所要求對這些無牌的 即來到香港的領隊變成實際一個導入 在香港正在經營接待內地旅遊團的工作 其實在某程度上等於一個黑公 東勇居民王晉陽表示若東勇混亂情況無改善 未來一兩週內會決定發起光復行動 但不會使用暴力 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導 在香港報導